中国民营公司成功实验了火箭垂直回收 出现的虽然晚 但是不等于技术就落后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这两天网上开始传一个视频 一分钟左右 就是江苏深蓝航天这么一个公司 民营公司 他们自主研发的星云M1号实验火箭 完成了一公里级的垂直起飞 还有降落飞行实验 其实国内搞火箭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 像这样的单位 国有的民营的 还有相关的火箭型号 还有好几家的 在这家里边 江苏深蓝是比较快的 他们以前完成过垂直起降的实验了 这次又把高度提高到了一公里 也就是说 十个月三次发射 实验水平就达到了当年马斯克CBS-X 用了一年多时间 八次发射实验 达到的同样的一个实验成果 所以深蓝就是现在全球第二个 国内第一个 用这个液氧没有火箭 完成了垂直回收 重复使用 全部低空工程实验的一个公司 而且根据公司公布的计划 下一阶段 还要做一个十公里高度的飞行实验 就是先飞上去到十公里高度 再悬停再下来 然后再降落 这么一个实验 我看了一下整个实验视频 火箭发射以后呢 是缓慢加速 然后飞到了新闻里说的一公里高度 在空中就悬停了 悬停保持原有姿态 温森不动 然后是慢慢的开始下降 最后是落在了发射平台上 用火箭上自带的三脚架要站稳 但是最后着陆的时候 发动机扬起那个尘土太重了 火箭到最后是不是站稳了 没看到 反正的姿态好像是歪了一下 就好像落地的时候 有点轻微弹起 然后点歪 有人怀疑最后呢 可能是倒了 可能真的没站住 因为视频后边就没有展示 火箭站稳 烟尘消散这个镜头 不过 即使最后真的是没有站稳 没有站住 这也是一些个 就是最后阶段 具体参数的调整问题 前面的飞行过程 已经说明 整体上的控制水平是过关的 有人说了 马斯克十年前就完成的事情 我们现在完成 好像不值得骄傲吧 如果仅仅看时间 貌似是落后不少 但是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 这个时间差怎么产生的 恐怕得诸的结论就不一样了 我们先看一下 全球几个航天大国还有集团 中美俄欧 没有谁去抢这个风头 大家都不行吗 这么多航天大的这个集团公司 都不如一个马斯克吗 不是 其实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技术的价值啊 是有争议的 比如说 要不要回收 如果要回收 这是不是最好的回收方式 那么原来国内就有争论了 用散降方式回收 行不行呢 是不是一定要用火箭发动机 提供推力进行控制 一定要这么垂直回收吗 毕竟用这种方式回收火箭 发动机在回收过程中 是必须要点火的 那么燃料箱里边 就必须预留不少返回用的燃料 火箭越大 返回的时候 使用的燃料就必须越多 那么你保存的燃料重量越大 发射的卫星重量就必须要减小 为了减小火箭使用的发射成本啊 就砍了卫星的性能 对一些国家来讲 这么干就不一定是合算的了 所以对一些大国来讲 这个技术只是被观望 而且真正说到控制技术 那就是要快速的随时调整 火箭发动机的推力方向 还有推力大小 保证火箭能够始终保持垂直状态起飞或者下降 这就好像我们用手指啊 去顶一只圆珠笔 用手指顶住圆珠笔 还不让这个圆珠笔倒下 还要高高的举起来 慢慢的降下来 那么在控制理论中啊 学过自动控制的朋友都知道 我说的这个就是倒立摆的概念 再想一下 如果你杂技练的好 一个手指头顶着圆珠笔 可以保持这个笔不倒 但如果这个圆珠笔上面再顶圆珠笔呢 这叫二级倒立摆 还好控制吗 一般的杂技演员恐怕都做不到吧 如果在家呢 到了三级倒立摆呢 杂技演员还玩得了吗 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做到 控制四级倒立摆的国家 而且2017年用仿真技术 还实现了五级倒立摆控制 五级是什么概念 四级是什么概念 一直是领先美国一级呢 所以马斯克那些东西 虽然看上去很新鲜 其实都是低端领域玩花样 中国如果想玩 一个2016年成立的民间公司 一样玩得了 好 关于火箭垂直回收 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 为什么中国这个技术 出现的那么晚呢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待聊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